27日韩媒报道李善军去世 周年48岁 回顾李善军生平 李善军1975年出生 2001年11月出演MBC 美洲情境喜剧《恋人们》正式出道 2003年餐饮喜剧影片《秀秀秀》获得关注 2007年主演偶像悬疑电视剧《白色巨塔》 因此获得第43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 电视类奖项最佳新人男演员提名 头年在《咖啡王子》一号店中 饰演挑剔故事的音乐家崔汉成 2009年5月23日 李善军与全慧珍结束7年爱情长跑 举行了婚礼 同年11月 全慧珍与首尔市江南区的妇产科生下了一个男孩 2014年主演动作电影《走到尽头》 由此获得第51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 电影类最佳男演员奖 随后主演暴走律师《我的大叔》继生虫 2023年10月20日 韩国人川警察厅毒品犯罪调查队 以涉嫌违反毒品类管理法